大家午安 我是陳彥寅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您聽得懂的話說給您聽 我們先來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 至國際政治專家賴岳謙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有北京清華大學 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永明老師 彥寅好 大家好 一開始我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在今天我們的總統又出訪了 好 這一回F16半飛 他要去哪裡 他要去史瓦帝尼 現在對史瓦帝尼 我們友邦的總統是怎麼稱呼我們的 他們的一個政府發言人直接的講了 我們是台灣共和國 Republic of Taiwan 好 這樣的一個稱呼 大家開始問了 不對啊 他不是中華民國總統嗎 我們的友邦 搞不清楚我們的國號是什麼 這樣是對的嗎 外交部直接說 這個叫做我們媒體 自己在做文章 他特別強調什麼 說三年前蔡英文 總統連任成功的時候 他寫的就是 恭賀蔡英文總統連任台灣共和國總統 所以我們真的不用在這個時候 拿這個叫細節來做文章 這真的是大家會覺得很疑惑的一件事情 畢竟今年10月10號 國慶日我們慶祝的是什麼 是中華民國的國慶對吧 那國號真的這麼不重要嗎 又或者國旗也真的這麼不重要嗎 幾年了你沒有在國慶日看到國旗 會這樣問的原因是因為今年的主事決又出來了 發現是台灣national day 然後呢這個說是國旗飄揚的意象 很多人開始來問 真的是看得出國旗飄揚的意象嗎 他們講法是說一樣啊 紅藍白還是一樣三原色來做基底 呈現的就是國旗飛舞的樣子 你看不出來嗎 可是問題是大家當懷疑他說 你為什麼不放上ROC的時候他說這一切都沒有政治動作啦 侯友宜直接問了說身為執政者 你是不是不應該帶頭抹滅國民 是不是應該告訴大家我們就是中華民國呢 民進黨直接的講啦 你們怎麼現在在講這些事情啊 他們的賴清德辦公室的發言人 甚至還直接講了 難道只要不詛咒中華民國國民黨就不會選舉嗎 我們根本就沒有改這個國號啊 是你們自己在講這些事情的 其實現在對於中華民國 對於這個主權的意識 在台灣內部真的是有很多的說法 就連九三軍人節現在都有人有意見了 9月3號剛過去九三軍人節 現在台灣基進黨他們反對啦 他們說這個叫做中華民國本位 不是台灣本位 Excuse me 我們現在不是中華民國嗎 你出國拿的護照不是中華民國嗎 你身份證上不是中華民國嗎 什麼叫中華民國本位呢 大家很多人聽不懂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一個社會氛圍 一個政府的領導之下 我們就想問了 未來真的發生戰事的時候 大家應該要怎麼樣來思考 好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從明年開始 一年期的義務役開始要恢復 每年要700位義男分發到外離島了 也就是之前有什麼金馬獎記得嗎 以前在看那個報告班長 不好意思那是我小時候的事情 電影的時候很多人說抽到金馬獎 就會開始情緒畏竹說 要離家那麼遠什麼什麼的 好現在民進黨告訴你了 王定義委員就講了 說拜託你真抽到的時候 你還得要知道說可以去外島體驗 還能增加收入 甚至他還認為 基本上人數也許會多過需求 最後還得靠抽籤才能如願 他特別強調了說你不想去好像也可以 不一定要去是這樣嗎 那所以我真的不想去是可以換嗎 畢竟中籤率很高 每13個人就有一個人有可能會中金馬獎 好再來 他們還跟我們講什麼 何志偉說的說以美國日本韓國為例 你去外島這些比較艱難的地方 來服役的話以後找工作比較好找 可是問題是他講的也許對啦 可是他少講一個 美國企業搶軍人他們的前提是什麼 是退伍軍官 也就是說不是每一個軍人都是企業搶著要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邏輯之下 我們就想問政府到底想要告訴我們什麼 當你們在主權意識 好像中華民國都沒有完全守住的時候 那前線要當兵的人要如何所侍從 包括了現在兩岸之間兵凶戰危 國外呢 美國人一直告訴我們他們會來幫忙 像是這位富豪要選的總統的拉馬斯瓦米 要代表共和黨出來參選初選 可是當被問到說 他的子女有沒有可能來參加台海戰役的時候 他表示他不會讓他的子女來冒這個險 我們就想問 那所以呢 那你現在一直在嚷嚷 又是代表著什麼呢 因為現在在整個亞太氛圍下 就是美中之間仍舊對抗 譬如說非中現在情緒緊張 因為先前我們講的這一些島礁事件 美飛是要在南海這邊展開聯合巡航了 可是中方他並沒有完全的軟下 他跟泰國這邊來舉行軍演 甚至他們自己的039型的潛艦 還意外現身變成了亮點 美中雙方的軍方高層 前陣子告訴我們說 好像其實他們有在所謂的印太防長會上面密會 可是問題是 中國現在就直接講了 說拜託 你講的這一件事情跟我們理解的不一樣 而且呢 基本上他們的講法是說 這個還是有底線的 並不是完全的 就是跟美國講的一樣 一切解凍 一切回溫 一切完全都可以讓中美的氣氛 回到以前的那個亮點 那現在我們就想問 當時國際局勢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台灣人應該要怎麼思考 請教政援委員 特別的是 現在我們總統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 出訪友邦F16戰機扮飛 但是當別人說我們是台灣共和國的時候 他說你們不要在這種細節做文章 我們不用眼長 也不用故意遮嚴 我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 中華民國對於民進黨 激進黨 這些獨派的政黨來講 他只是一個遮雨棚 如果方便的話 能夠收就收起來 不方便的話 他就拿出來掩飾一下 然後有時候要遮雨棚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故意講 比如外交部對外都稱 我們是中華民國台灣 他也不講我們是中華民國台灣 地區 換句話說去中華對民進黨來講 勢在必行 而且他們似乎十足要把握 為什麼現在還不敢把中華民國的 招牌拿掉 大概一 怕美國 二 怕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在裝模作樣 如果自己不敢改國號 有一些已經建交的友邦幫我們改國號 他樂在其中 你們幹嘛要計較 他開心的不得了 他怎麼要他更改 他不會要他更改 但是如果有一個有建交的友邦 稱說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地區 他就可能馬上會發函糾正 所以有友邦 搞不好是他們拿錢給友邦 刻意來更改我們的國號 以便做對內宣傳 讓台灣老百姓先適應一下 台灣共和國未來即將誕生 這是他們的基本的目的 所以有這個沒什麼稀奇 比如說像國慶的四倍標誌 本來只有青天白日滿地紅 他應該加個綠的 你看 就表示台灣共和國正在誕生當中 希望他們期待有一天的 綠色的旗幟 能夠把青天白日滿地紅 全部都取代 這個不用講假話 所以底下已經先改個英文 叫台灣National Day 他哪一天改個中文 叫台灣國慶日 你也不用訝異 好 那你侯友宜抗議 或者欽然抗議又怎麼樣 你選輸我 你敢去號召街頭去抗議嗎 你會像那個 韓國的在意黨領袖去絕食嗎 你們也不會 你們也只講一講之後 一筆帶過 你們也不會再問題吵 所以他就看扁了 至於這個激進黨當然講的是 更加有趣 他說九三軍人節 是中華民國國軍的軍人節 是台灣本位 因為激進黨的理解 他們的想法是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中華民國是一個流亡政府 非法統治台灣 他們是這樣的認知 他們的認知當然就是說 真正的軍人是誰 是台籍日本兵 如果這樣子 中華民國政府應該把台籍日本兵 全部都以什麼 這個戰爭罪犯來處理 也沒有 所以台灣的激進黨就有講話的空間 所以有人講他語無倫次 他們的認知真的是這樣 就是台獨的思考方式 不管有沒有違反國際法 有沒有違反憲法 無所謂 就是他的主張就是這樣子 至於這個王定宇 我想是可能最近胖了 所以吃胖了 有些腦筋不太賺得動 他講什麼 他講說700名要分發還要抽獎 那你就不要抽 你就像在醫院人登記 看看有沒有抽到700名 對不對 不很簡單 你幹嘛抽呢 抽就表示強迫人家去 不抽才是沒有強迫 他有強調要尊重你的意願 對 那可不可以不抽 那種秀給我們看看 對 秀密可不可以 所以王定宇有時候畫得很奇奇怪怪 至於說 這個何志偉講說 有去外島的話 會受到管理階層的歡迎 請問一下 這個志偉兄 你們家的家人事業也不小 你們多少員工 裡面有多少是外島服務員回來的 給我們一個名單 總共給我們數目 他家的事業做得滿大 員工也滿多 員工少說也五 六千人 五 六千人員工 請問一下有多少是外島回來的 你有在跟我們講 沒有講這有什麼意義 沒什麼意義 這個其他人講說 美國各大企業 是嗎 美國哪些企業 現在科技行業那麼多 這些企業真的有照片優先 不要吹牛 不要麻醉大家 這個最經典的 就想選美國總統 這位印度一的富豪 因為他科技才能賺 還有一些投資賺的錢 他想選美國總統 然後他鼓勵 如何要保護台灣 發給我們每一個步槍 讓我們自己保護 然後可是他說 美軍不應該參戰 他的子女不想要參加台海戰略 來是溫死的 他不想他的子女死在台海 我們台灣人的子女 就要死在台海戰爭 他樂觀其成的樣子 這種美國人 這種冒牌的美國人 這種印度一的黑色的假美國人 既不是黑人不是白人的美國人 我們沒有種族方面的問題 這個我們要特別強調 我們不要做人身上面的攻擊 不是 我是批評說 他的立場 有些白人很勇敢 我要參加台海戰爭 很多黑人很勇敢 可是奇怪印度一的怎麼怪怪 我們不涉及種族問題 不涉及種族問題 不政治種族問題 我們不做人身攻擊 怪怪的 美飛在南海聯合航行 這個因為菲律賓本來就是在 美國的勢力範圍 我們沒有什麼好壓抑的 但是解放軍的潛水艇 在泰國出現 倒是一個很新的一個狀況 中美雙方有高層有見面 密會 民會都好 總是好事 但事後好像不歡而散 可能下一次再調節 中美兩國的這種軍事經濟 政治的鬥爭 可能要再糾纏一段時間 短期內不會有結果的 所以如果說希望中美兩國 就從此風平浪靜也太樂觀了 只是我們在台灣 在這個處境上面 不要去踩到地雷比較實際 不過在美中高層 據說他們在印太房長見過面之後 馬上美國這邊就直接講說 要跟我們8000萬的無償軍援 讓對岸是有些跳腳 是不是這個有可能會再影響到日後 雙方對話的一個氛圍 北京這邊的意見怎麼樣呢 回過頭來要請教永明老師 因為剛剛我們特別提到說 美國企業大搶軍人 這個是來自天下的報導 他們那個時候強調的是 在伊拉克還有阿富汗 戰場領軍作戰的年輕軍官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是要被民進黨拿起來用了 說明年開始那700位 要分發到外離島的一南 要知道不但會有家籍 而且以後還比較好找工作 說這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加分 您怎麼看 這個就是一種洗腦的宣傳 你還真的會相信嗎 對不對 這個民進黨現在要把這個疫情 疫情變成一年的時間 然後中間會有一些要到外島去 其實現在到外島跟以前到外島的那個 就是說緊張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那個時候當兵的時候抽籤抽到外島 其實其他人都在感謝 但是現在的這個情況更嚴重的是 我必須要講 各位知道嗎 在我們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史上 80年代到90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寧靜革命 那個是指李登輝 他從副總統到總統 然後到總統直選 到他後來退出國民黨 然後成立台灣團結聯盟 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些學者把它標為叫 寧靜革命 但是我覺得現在 民進黨正在做一個寧靜的政變 你看每一次的這個國慶 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今年特別 台灣National Day 你中文怎麼翻 你翻翻看 你翻對了 明年可能就會這個樣子 明年如果賴清德當選 你翻的那個 台灣National Day的中文就會出現 變成標題了 台灣國慶日 然後在所有的國慶裡面 國號也不見了 然後國旗也不見了 任何象徵中華民國的文字圖案 旗字通通都不見 以前還會遮遮掩掩 他告訴你 紅藍白代表我們的國旗飄揚 那美國國旗也是紅藍白 紅藍白的國旗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國號國旗國會 通通都不見 然後台灣National Day 這麼大的一個標誌 這叫做寧靜政變 可是各位 誰來奠基我們台灣 今天中華民國 不管是戰勝日本 整個安全的維護 經濟的發展 半導體護國神山是誰帶來的 然後甚至民主化的過程 不能被某個黨整晚爆走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是濾金紛張 然後整個掏空台灣 我覺得蠻嚴重的 現在用這種所謂的洗腦式的文宣 甚至都已經告訴你 去今嘛 這個反而是賺錢工作的好機會 那你就去嘛 正如蔡委員所說的 你就去登記嘛 你讓你這個底下的員工 全部去登記嘛 是不是 那其實現在去今嘛 真的沒有什麼 反而放假的時候 還可以 搞不好可以坐船去 廈門去買東西的對不對 我不知道當兵可不可以去了 當然不是 但是呢 但是真的是 明年 各位不要讓明年的國慶日 真的變成 台灣National Day的中文版 那真的是引來的戰爭 引來的動盪 太多有錢的人都已經在佈局 不管是他們的存款 投資 小孩 房地產 你隨便去媒體看一下都是如此 而我們基層的老百姓 基層人民 只有在這邊 困在這邊 去要準備 那個700個去金馬嗎 還是說整個 將來兩岸的經濟的困境 以及安全上的問題 必須要由我們基層人民來承擔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 是 賴 賴老師怎麼看 一個國家元首厨房 它代表的就是這個國家 中華民國 所以國號不能錯 那外交部沒有去糾正斯瓦地蘭 或者叫做斯瓦地米 我們把它叫做斯瓦地蘭好了 也就不要再叫它斯瓦地米了 因為他既然弄錯 我們也從此以後 也對他弄錯 但是為什麼外交部 不願意糾正他們 因為外交部暗爽 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請他們改名叫做台灣共和國 不要叫我們中華民國 這外交部要出來澄清 說你絕對沒有幹這個事 你絕對沒有給斯瓦地蘭 他們的是總統還是酋長 還是部落長 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也沒有一個正式名稱 為什麼 因為連我們的名字都隨便亂交 我們不同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外交部沒有出來澄清 沒有出來跟斯瓦地蘭 嚴正的說你給我們的國名叫錯 之前我們也應該 要把他的國名叫錯 我覺得這是一個禮善往來 你怎麼對我就怎麼對你 應該要這樣做 不然的話 外交部就是證實了一件事暗爽 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另外我覺得我們這位何志偉 何志偉 美國跟日本的軍人是募兵制 募兵制的意思也就是說 自願參軍 他是拿高的薪水去當軍人 所以你的邏輯是不通的 因為今天我們這些是義務役的 被強迫當兵的 不是他自己要去當兵的 被強迫 被民進黨的蔡英文政府 強迫要去當一年兵的 你有沒有兒子 沒有 還好 不然的話 你就要被強迫當一年兵了 我們現場有一些小朋友 可能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什麼 要去當一年兵 然後你如果問他說 你去外島 你回來你的就業會很有幫助 這個在台灣從來沒有發生 我自己在外島待過很久 就業沒幫助是不是 哪裡有幫助 你給我證明 何志偉你給我證明 台灣我們去外島當兵回來有幫助 一點幫助都沒有 而且以前是幾十萬大軍都在外島 也沒有人有幫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募兵制是自願當兵 再強調不要搞錯了 連這點都搞錯 是不對的 然後王定宇 你更是胡說八道 你講的根本不是事實 好 最後講一個泰國的問題 泰國這個會突然間出現039B 這個是因為去年 德國突然間宣布 不賣那個引擎發動機 給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在這個時候 就是去年三四月間的事情 那大陸跟泰國就磋商 那也就是說 德國不願意把這個心臟賣給中國 那中國可不可以用自己的中國心 那泰國當時跟中國就有紛爭 後來中國就跟他說 那用我們的中國心試看看 那我想今年把這艘潛艦 送到泰國去演練 演習的過程中 在泰國靠港 其實就是讓泰國的海軍 他們上艦去試看看 中國心沒有比他不好 我覺得如果泰國覺得 OK 沒問題了 那德國就失去了這個訂單 因為德國當初就是被美國脅迫 說你不准把你的引擎 賣給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如果換了一顆中國心 而泰國覺得這個心臟很有力 又很安靜 我想德國又失去一個市場 這就是你聽從美國的向上 你沒有想要的 就這樣看著我 行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